你怎么了 画十二银子 我找不出来 那就有一座街 把我画成了夜叉 姑娘 快走吧 走 咱们暂且不急 我还有几句话要嘱咐姑娘 如今 真是穷途末路了 听着这回 倘若不成 嬷嬷不怪你 老爷也不会怪你 咱们 便都认命吧 我们放心 我一定会被选中的 你们有钱吗 我没有啊 那你是来做什么 难道选秀还要看身家吗 那是自然 凭你貌若天仙 没钱是万万行不通的 不说旁的 就光是画师这一关 你就过不去 你会做什么 去哪里 别人 你会做什么 我还能吃 你会做什么 你们有钱 去哪里 你会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 我还能吃 你会做什么 好了 好了 画得真好 谢谢刘先生 等等 姑娘难道不懂规矩吗 什么规矩 入宫得上上下下打点呀 这 真是古今奇谈 入宫选秀 这还要花银子 如今这就是规矩 遵规矩办事百样好说 若不遵规矩就请回吧 你 你怎么能这样 我要去告你 告我 证据呢 且不说有没有人相信你 即便是有 我说这幅画虫吃虫咬 染了磨叽 也不是什么大罪 但你却要抛头露面 与我对簿公堂 到时候坏了名声 看哪户人家还肯要你 你 你若懂规矩 但是我替你重画一幅也不难 否则我将这幅画送到内奸手里 何去何从 你自己斟酌吧 但是 但是我家里救我 没钱 没钱你入什么宫啊 走走走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了 画十了银子 我找不出来 就有一座间把我画成了夜叉 我一个女子又不好的后头露面去搞她 我可以帮你 我可以帮你 你看这姑娘 收的可真美 这样的姿色如果 必定是要得蠢啊 是啊 海公公 什么方法把您给吹了呀 看吧 好好的姑娘 为何在你笔下 变成了夜叉 这要是被皇上知道了 你一家大小 都得人头不薄 海公公 想必您是弄错了 海公公 请你救我啊 我知道 你是个老实头 八成啊 是画像上写错了明慧 管我自己知道有什么用啊 还得拖了人 才好替你把事情遮掩过去不是 是 是是是 有了啊 海公公啊 这回啊 我替你想法子 若再有下回的话 我可绑不了你 小子明白 小子 下子就你 我身无分文 我身无分文 先生画一高超 定能将我画得很好 若是不能 昨儿的事 怕是要再来一回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些画像是我画的 先生要是敢在我的画像上动手脚 我少不得再辛苦一回 顾忌重拾吧 像姑娘这样的 才够得上是有才有德之人 请姑娘放心 刘某对姑娘甚是敬佩 必定将姑娘的画像 圆圆粉粉地交上去 你我也算是不打不相识了 她是姑娘宠冠六宫 还请姑娘提携在下 吕太医诊册 京城林氏之女林少春 康剑吴丸吉 康剑吴丸吉 留 夏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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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 我可以做好的 您再让我试一遍吧 请止不稳 退 姑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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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让我试一下 都进来吧 姑姑 怎么走了 这是干什么 怎么刚才我在这儿啊 姑姑去哪儿了 我们去坐一下吧 先休息一下 好 坐坐 来 坐 来 坐 轩轩 你被我打掃它 别叫我 好轻啊 好轻啊 就渴死了 什么干燥呀 我有什么事 那吃的 吃的 快 来 有这个啊 有吃的 吃的 谢谢啊 热死了 你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这什么时候能出去啊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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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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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给我起来 快起来 我回来了 陪王半价 要紧一宗就是规矩 行不回头 笑不露齿 什么时候都是端端文文 处遍不经 如今瞧你们一个个的 不成个体统 衣衫不整者 东倒西歪者 喊恶叫停者 接不得入宫 各位姑娘 请回吧 姑姑 姑姑 再给我 再给我 走出去 是是 姑姑 姑姑 走 出去 快出去 别忘了 姑姑 林姑娘 请随我来